体积光案例 磁光效果的制作 在这个视频教授当中呢我们将通过我们之前所学的体积光原理来制作一种磁光效果的动画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初始场景 那这个场景当中呢我们已经为他打了一个out desk的字样 并且呢将他进行挤出产生一种这种空洞效果 然后呢打了一个摄像机将我们摄像机呢做了一个运动效果 下面呢我们为这块板子的后面为他呢布置一盏体积光 点击目标聚光灯然后我们进行创建 然后呢位置上呢约在整个out desk这个字的中间位置 他可以看到放在这个 欧和地中间 然后呢摆我们的目标点注意从左到右我们做一个动画效果 最左边的时候放到这边来 然后呢0到100帧打开动画记录按钮 然后呢从左到右我们这样做一个 向右的这种 移动效果大家可以看到 产生一个这样的过渡效果 然后呢我们为这个对象追加我们之前所学的体积光特效 点击它之后在修改面文当中在大气效果决定的当中点击添加 再谈出的添加大气效果 对话框当中我们选择体积光效果点击确定 并且选择体积光点击设置 这时候呢我们会跑到 环境和效果面文当中 然后呢对当前场景先进一下渲染 在渲染时候呢读者一定要注意要渲染我们的摄像机视图 好OK我们来拖拽一个位置 然后呢对当前的效果进行渲染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的是一片 灿白的效果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我们现在整个灯光当中是没有开启阴影的 在一个不开启阴影的灯光对它进行投射的时候灯光将产生这种穿透效果 好我们在这里进行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产生这种光线穿透效果 但是呢我们这个光线对于我们的效果来说呢有两点地方做的不好 第一点它光在已经穿透的时候呢距离太长了 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在使用光的时候的颜色并不特别好 首先呢我们现在说一下 在这地方来呢很容易犯错误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习惯上将 光的颜色在这地方进行修改 大家注意到 如果呢我们对这个光在这个位上进行修改我们确实是可以改变我们整个灯光的这种颜色效果 但是一般说来呢我们在习惯上编辑的时候呢我们都习惯于在灯光当中的 雾当中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在这 在效果当中 在这个地方进行处理 在这个地方进行处理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我们的最亮值和最暗值 所以呢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于将这个颜色改成白色 而将我们雾的颜色 改成红色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进行灯光 照射的时候他不会把我们的其他物体在经照射的时候把它染成红色 OK我们将它选成红色之后再进行渲染 这样做的好处是光在经照射的时候依然是白光 但我们只是我们的体光变成了红光 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效果 当然呢这个颜色有点太红了 我们希望呢颜色从红里稍微偏一点点的黄色 OK到这么一效果 下面呢我们来处理一下他的距离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经使用时候最好开启远距衰减值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来决定光在什么地方产生这种衰减结束效果 好 好我们希望光大概从这个位置上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好对当中效果再进行渲染 OK大家可以看到了出现这种刺光的效果 但是刺光呢在进行向这边传递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有点效果不太好就是他距离又太短了 所以呢我们将这个数字再稍微变得高一点 好对效果当然 再进行渲染 好大家可以看到那基本上呢产生一个这样的光照效果 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在进行使用光的 照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在一些边角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这种条纹状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上光在这种传递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 棱状这种条纹状效果 这时候呢我们有两个参数可以设置 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去 将我们的阴影贴图当中这个参数值稍微降低一点比如变成512 最好为2的密数 然后呢采样范围呢我们也可以适当加大一点以增加我们这个阴影模糊 或者呢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提高一下我们在进行渲染当中的环境当中的 体积光当中的 这个叫做过对阴影 我们可以在这地方来使用一个中的精度或者一个高的精度来提高我们计算的 解算精度 好再进行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了速度变快了 而且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们这个棱状那种条纹也消失掉了 ok 所以呢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参数调得非常高 只要呢符合我们的这个长期要求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呢是一个磁光效果 那下面呢我们对这个位置进行更改来渲染几张来看一眼 首先呢在第0站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只有a在亮 然后呢随着时间滑块拖拽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我们这些字都开始亮起来 当我们最后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autodesk 这个效果再亮起来 ok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磁光效果的一个制作方法 由于呢渲染时间较慢我在这里面就不进行渲染 渲染完之后的结果呢就是一个autodesk磁光的效果 当然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进行渲染的时候还希望后面这个光呢照的不要那么强烈 在这地方来呢我们还可以再使用一下这个叫做近距 衰减值 衰减值 把这个勾进行勾选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进行渲染的时候决定什么地方不进行光照 注意到我们在这地方来 在 比如说我们把数字在调整在高点 比如说 在这个灯光之前我们所有的灯光都不进光照 我们来通过头图来看一眼 好 进行渲染 接着我们可以发现光照只是在这个地方产生 从这开始产生到这个地方就可以结束掉 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一个衰减的设置 以及 体移光的制造方法 当然呢我们在 实际制作当中如果想实验这种磁光字的效果 我们可以使用 AE当中的一个川普科的公司出的叫做 SHRNE SUN的这个插件去做 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这种磁光效果的 制作方法 好ok 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录制到这里 MING PAO CANADA!